欢迎收看小小林围棋讲座一周新闻第37集 各位好,我是小林老师 围棋一直以来都被大家认作是年轻极为优势的一个游戏 其实也确实如此 目前的世界冠军年龄层是逐年下滑没错 但我们今年2019年真的是开春就是旌旗不断 我们看到了9岁的职业骑士小妹妹 那今天要来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新闻也非常的酷 就是有92岁的女职业骑士山内寿子 我们这边之后就称她为山内奶奶 她的年纪确实也可以当我奶奶了 山内老奶奶竟然在职业比赛当中击败了男九段 而且这位男生九段勾丧之亲也并不是一位菜鸡 提到这个新闻 我们就必须跟她的老公 她的先生一并说起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位山内老奶奶 她现在92岁高龄 依然是还在进行她的这个职业生涯 非常令人钦佩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一位这个职业骑士的老公 叫做山内亚男 这一位 山内亚男呢 跟她可以说是为人称献的这个职业骑士界的模范夫妇 为什么呢 因为两位都是入断以来 然后就是职业生涯非常非常漫长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山内亚男呢 她的职业骑士生涯竟然高达80年 哇 谁说围棋是一个年轻人才可以下来 你有看哪一个运动 篮球可以打80年的吗 不可能吧 Lavron James最好是97岁 还可以在场上打了 不行 但围棋就是一个特例 你看 他1937年路段到2017年过世 也就是前年的时候他才刚过世 97岁 然后呢 麒麟长达80年 那有了这一位怎么样 骑士的老公 老婆当然也跟着一起练骑 所以呢 他们两位分别缔造了年龄最高获胜的男骑手 还有年龄最高获胜的女骑手 分别是96岁 以及92岁 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记录相当难破 第一个你要能够具备银棋的实力之外 你还要能活那么久 其实能活那么久也真的是很不简单了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他其实写的非常的棒 这叫做追忆山内雅南 也就是这个山内受子的老公 虽然呢 他这辈子是没有拿到这什么样的 这个特别丰功伟业的头衔 但是呢 他也是曾经在这个挑战板田龙南本音坊 有没有 然后呢 最后他就是开始缔造 年龄最大的这个银棋棋手的记录 而且他不是一年才偶尔赢一盘 他是每年大概都可以赢个四五盘棋 这样子稳定的输出 所以呢 你看他到了90岁高龄 每年都还是可以赢5到8场胜利 这是很夸张的 你知道吗 90几岁感觉已经是有点老人痴呆 失智中风 所有病痛缠身 但他依然还是在这个赛场上活跃 真的是非常精彩 然后呢 在2015年的时候 他半幕击败了21岁的外文四流 而且差了几岁啊 两个人对局年龄差了74岁 非常夸张 那他最后一场的职业生涯胜利呢 是在8月24号 96岁 这个记录呢 目前是相当难破 那我后来想想 能破他这个记录的 我看也只剩下他太太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提一下这位三内寿子 他现在目前女子的记录是92岁 但很难说 很难说 他也可能自己在自己破记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三内寿子呢 其实 因为老师说实话 我以前并不太认识这两位前辈 所以我收了一下他的记录之后 发现他以前其实很强的 你看他这个冠军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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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只是因为他的年代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个年代有点久远 你没有看到 他1953 35456的時候得冠軍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就到了1983年 這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這底下 有講到 就是 他原本有拿到這個女子等於是女流本音坊的這個前身 你看 這叫做女子選手全戰 他以前拿過四次冠軍 但是後來怎麼樣 但是後來呢 他結婚了 開始就是要帶小孩女生嘛對不對 可能要帶小孩家裡為重 所以他就慢慢退出 等到孩子大了之後怎麼樣 他呢又重回賽場 哇又怎樣 又又又開始引起了 他說他 當時呢 其實他並不是很在意這個女子 而且當時就一個女生的比賽 只有一個 不像現在有什麼女流名人 其聖本音坊 沒有 當時就一個 但是呢他他並不放在眼裡 他的目標是看跟男子騎手能抗衡到何程度 然後最後呢因為他在 撫養孩子前呢 他有十年沒比比賽 然後最後呢 就是講說 他們夫妻日常到底是怎麼樣生活的 兩個人會不會一起擺棋還是一起吵架 對不對 他說在家裡一般是不會下棋的 可能下棋呢 丈夫強一點 吵架啊什麼的 對不對 不過 這個丈夫常常替他覆盤 哇 這是一個多麼怎麼樣 多麼令人羨慕的一個這個 生活情趣對不對 像老師另一半通常是不會下棋 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能夠一起擺棋 一起檢討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啦 只是我不喜歡 我想說每天的生活都已經是圍棋了 就是如果回到家我就不想再下棋 所以你看我就是沒有職業歧視的這種這種 風範這種潛力 然後你看兩個人常常呢就會覆盤 然後呢 哇他 他覺得他丈夫是很不錯的 很強的 對他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呢 即便他丈夫過世之後 他依然呢 非常熱愛為棋 而且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棋 他的內容可以說 真的下得很好 我並不是 因為他92歲 我這樣說 而是 以內容評定 一個人 這盤棋呢 我們來馬上看到 老師有五步棋 來推薦 就是給各位 就是 這個三內奶啦 真的下得很好 這盤棋呢 是他直白對上 公上知青 這個應該是九段 他是有點打錯的 好那三內奶奶呢 是八段 行盡至此呢 接下來的白棋 把棋走在了這一碰 哇這一碰呢 有沒有感覺就是 現代為棋的這個張力 好 以前那個年代 高川格 木古石 或者是林海峰 當時的那個年代 棋子是相對溫和一點的 所以並不會直接去行棋用撞的 但是現在的棋 第一個講求效率 第二個講求速度 常常都是用怎麼樣 撞擊的方式 叫你理我 對不對 他怕你不理我 所以他用行棋用撞擊的方式 表示這位三內奶奶呢 也有在吸收薪資 好所以第一個亮點就是這個棋用碰的 逼對手跟著走 好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亮點 走到這裡之後 黑棋 在這裡空中掉了一手 這部掉的用意呢 其實當然了就是希望白棋在左邊跟著補一手 這部棋老師必須說如果是我的話我我應該是會補的 因為感覺被跳下去地就沒了嘛對不對 而且不知道反擊要反擊在哪裡 這個跳下去不是感覺這四顆就怎麼樣 變弱弱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兩下交換 心情上面是一定會不爽的 只是我可能也想不到什麼辦法 但這個92歲老奶奶他是不管的 他不管你的 直接就藏出頭跟你作戰 哇那這時候呢 我覺得對勾上知青呢 其實心裡的這個打擊也是挺大 他想說 這老奶奶對不對 想要怎麼樣 凶你一下 你竟然還反擊 那也沒辦法了 我也只能硬著頭皮跳進去 所以這一步藏出反擊呢 是讓老師驚豔的第二點 好那跳下去之後 白棋究竟如何處理呢 白棋給出了答案 碰出 就是要把黑棋怎麼樣 練出來 帶著他跑 那接下來呢 雙方在這邊進行了一個交戰之後 勾上知青跳到這 他覺得說 其實你看我很不錯吧 我這個棋 連得很棒棒 穿了出來 穿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上下兩塊 都沒有完全活乾淨 因為你要跑跑這的話 你看我跳進去 我這裡一飛 都會讓你的根據地受損 你怎麼對付呢 老奶奶 那這時候呢 這個 這個 山內老奶奶呢 他給出了答案 也非常厲害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攻擊就是最好的 防守 所以他把棋 碰在這 哇 這步棋也是很犀利的一步啊 這步棋 說實話 我也 不一定 看得到 我也不知道啦 我感覺 那時候我的第一眼可能是 會往這裡走吧 但是這步棋 我一看到就知道 他一定是一步好棋 為什麼 用攻擊代替防守 首先 跨完之後 黑棋呢 走這被斷掉 走這的話呢 怎麼樣 會被夾一手 這步夾剛好厲害啊 剛好可以把對方這幾顆呢 上方的白棋 黑棋呢 也捲入 然後呢 自己黑棋本身 這一塊也沒活 就變成怎麼樣 互跑的局面 所以呢 這步反擊也是非常強硬 實戰 勾上之輕呢 哇 看了一下老奶奶 抬頭看了一下 老奶奶竟然這麼有朝氣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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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算我 算我認錯 好不好 算我認錯 那白棋呢 到這邊 他就先手在左邊 製造出眼睛 這一塊棋就暫時沒這麼危險 然後趕快在這裡碰了一下 把左下也安定 所以走到這裡的時候呢 國上之輕心情應該是相當不爽 他覺得說 哇 這背著老奶奶啊 一直秀一直秀 難道都沒有我秀的這個這個余地嗎 那正常來說 其實黑棋這個飛 攻擊上方的這個柴鵝呢 是一個相當大的要點 但是怎麼樣 不甘心啊 我覺得底下左下腳呢 都被你表演了 我也想卡點油 所以於是呢 這時候黑棋在這裡 飛了一下 這部飛的用意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希望搶先手 搜刮你 因為如果你不走的話 我這個地方 尖一下之後 哇 這個腳呢 第一個很有問題 第二個呢 還會被搜刮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叫白棋 乖乖的補一手 那如果白棋 這個尖出反擊呢 誒我這裡早有一個防範了 因為你如果煎的話可以擋住 你衝 我擋住 你斷掉 我這個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 再貼住 貼住準備吃你這一塊 好雖然你很酷炫的呢 可以煎在這補 但我這一擋下之後 你們發現 你即使吃了我這邊 但你 你下邊的這個損失呢 也是相當慘重的 所以呢 這時 勾掌之心為什麼要飛來這 是有他的原因 但 實戰呢 這個山內老奶奶 再次擊出好手 他也看到了這個尖 也就是他算的比 這個九段呢 要來得多 他也看到了先尖不行 於是他先把棋走在了這一步尖 我看到這步尖的時候呢 順序顛倒各位 就整個不一樣了 就整個不一樣了 因為如果對手在走這 我不需要去做這些損的交換吧 我不需要做這些損的交換 我可以直接把你吃掉了 對吧 所以先尖這一步非常漂亮 即便對手這一步擠進去看似可以防範 但這個棋剛剛好 也有一個什麼 鋪進去的小手巾 把這個閃電視給吃掉 所以實戰無奈啊 無奈無奈 這個黑棋只能怎麼樣 只能接在這裡 然後被白棋一尖 然後直接衝出 這個棋 衝出之後呢 黑棋就無法搜刮底下的白紙 並且 自己 還變得非常的薄弱 所以呢 實戰黑棋只能把最後的希望怎麼樣 放到殺中間這一塊白紙身上 這個地方 剛好出現雙轎吃 所以最後呢 黑棋是無奈的 在底下補回 然後呢 被白棋啊 怎麼樣 逃之夭夭 並且白棋還在 對中央的黑棋 進行威嚇 最後呢 也是白棋 可以說是完勝 拿下這個92歲高齡的勝利 那 看完這盤棋 老師其實真的是 相當的感動啦 而且呢 他 這盤棋一出來之後呢 也在這個棋界刮起一陣旋風 第一個 就是 以所有以年齡大為借口的棋手 全部都沒有 頓時失去理由 對不對 人家說 為什麼鼓勵不行了 鼓勵說 我老了 退休了 人家說 你看看人家92歲的引起 立刻說 對不起對不起 我好好檢討 第二個就是 人家呢 常常會說 你東西打得很爛 我阿嬤出來都打得比你好 對不對 那勾上那個 山內的這個孫子 他也可以出來說 我阿嬤下圍棋就下了比你好 確實下的比你好 我覺得這位 山內阿嬤呢 可能下的也比老師好很多 所以呢 最近 這個日本棋界呢 真的是 在2019年代給我們驚奇不斷 OK 以上就是 今天的全部內容 順便提一下這個世界大賽 百靈杯 就是 柯傑要VS深徵序了 老師是無限 無限期支持柯傑的 好吧 柯傑加油 OK 好這盤棋我們就講到這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